我想請主記長 請石主記長 還有國庫署的署長 國庫署林中元 還有經濟部的黃次長 經濟部黃仲求黃次長 謝謝 委員好 主記長您好 主記長 我請問你 你在這邊當官的這段時間 你認為你過得有沒有很辛苦 還是很幸福 我們盡心盡力在做 盡心盡力就是很辛苦 辛苦 還是很幸福 很簡單 辛苦跟幸福兩個字 也不衝突 很多事情當然很辛苦 但我們都盡力來解決 是 那你代表 你代表就是說你很幸福就對了 那你有沒有看到我們現在 台灣人民的那個那個痛苦指示 辛苦指示 還是幸福指示 你都知道嘛 幸福指數我們現在 都掌握在你手上 數據都在你手上嘛 你非常清楚嘛 對不對 幸福指數的話 我們現在正在檢討 研邊 那那個 所謂的 那你剛剛講的就是 你也很幸福 你也很辛苦 那某你兩可 我們這個主機長怎麼這麼說話咧 這音色是一種感 你要講嘛 簡單明白二要 兩個字嘛 辛苦 幸福 你到底是如何啊 界定啊 不要模糊啊 是 那我想當 應該是大家都蠻辛苦的啦 應該要把工作做好 那盡心盡力的 來解決有關的問題 我從網路上喔 看到喔 最近喔 才昨天而已喔 一個國家喔 他的那個那個官員喔 政府官員喔 他一上台喔 就先試喔 我練給你聽喔 他說我們 用我們官員喔 的一個辛苦指示喔 他因為一個官員很辛苦 然後帶來人民 當然是幸福啊 那你兩個都要啊 一下子又有你辛苦 一下子又有你幸福 所以說 台灣人民現在活在當下是 不知道要怎麼嫁一隻啦 每天跟他怕啦 怕什麼啦 怕說當時不知道要把他起嫁什麼東西啦 所以說 這個政府 讓人民這麼不安定 難怪你這個主機總長 還說幸福 我想大家都要追求幸福啦 都可以 大家要努力 我們共同努力 欸 你是 你是總長 主機總長 這個數據都在你手上 你非常清楚的 所以說 我在這邊呼籲 建議你 你要坦白的告訴台灣人民 欸 我是幸福耶 還是辛苦耶 講給聽嘛 是 這個是重點啦 是 是 我想大家共同努力啦 希望能夠解決問題喔 讓大家能夠日子過得好一點 好 謝謝你 來我請那個國 那個那個國庫署 謝謝 學委員好 欸 署長 是 我請教你齁 往年的稅收啦 就是股票的稅收啦 齁 交易 交易那個交易稅稅是多少 一千億啊一千兩百億 呃 呃您是指一百年嗎 一百年是九百四十億 往年齁 不管哪一年齁 九百四十億啦齁 一百年是九百四十億 一百年九百 九十九年耶 九十九年有多一點 大概一千出頭 一千出頭 來我要跟你講 最近啊 你們 你的老闆啊 財政部長 劉部長啊 他說要附贈那個正所 正所稅嘛 那他在外面講是說 他可以稅收 稅入 也能貢獻 我們這個稅啊 兩百億啊 你這個你是專家 那我請教你 第一點 兩百億的一個稅收基礎 他是怎麼換算 第二點我再請教你 也是你的專業 那 稅收是兩百億的那個那個 基金產品是多少 有開的公式 你可以大致簡單講一下嗎 我們要讓人民了解嘛 你既然要課稅課兩百億 那你的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那個課稅的那個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產品是多少 講一下好不好 請你回伍 跟委員報告 因為我現在目前的工作的範圍呢 是國庫啊 那其實 那你有清楚啊 複稅的部分其實已經 因為我已經 不在這個複稅的體系齁 所以那個不在我的職責範圍 所以我是不便 月初代表去回答 不好意思 你是說這個不關你的事 不是不是 這個稅收絕對是關 關乎國庫 但是整個稅收 我都說到你這邊是總說話完全清楚啊 總是有個概念 那你們再開會啊 十六天 就要 恢復課生正所稅 了得啊 我們我們當局長啊 我跟你講 人民有賺錢 課稅納稅是義務啊 是應該的 我們我們不來自 但是我要了解是說 你話說你也讓稅收兩百億 那你那個課稅的基本 那個那個產品到底多少 也說給人聽一下 那我們站在這邊才有意義啊 沒有我們幫他幹嘛 是不是跟委員報告 因為我們又不能抬轎 我們又不能呼嚕 但是我們要跟人民告知清楚啊 我會後是不是把那個資料 我是請付稅署再提供 我們再提供給委員參考好嗎 因為那真的是不在我的職權範圍 你多久可以給我 我回去馬上就請付稅署提供 我盡快就提供給委員參考 好 謝謝你 謝謝委員 主席長我再請教你 我想你的職責是什麼你非常清楚 你做為一個台灣這個主席總長 也是很了不起很棒的 但是我要請教你 有一些各個政府單位所編出來的編列預算啊 你是落在是一個審核角角角色 還是 還是你在匯總的功能啊 你可以說清楚嗎 那這些年來我們當時是那個稅數額度制啊 所以呢在籌兵預算之初 那當我們那個經過行政院 你是審核還是匯總 當然也要經過審核之後匯總 好 審核之後匯總 那我再請教你 那既然是這樣的 有一些相關的部會 他如果爛邊虎邊 你要怎麼辦 是 那這個部分當我們 也會參考這個立法院 因為你兩個角色都有嘛 對對對我們 那如果是虎邊爛邊你要如何處理 那應該就了解的部分 當然應該做一個刪檢 刪檢齁 是 因為預算法有一個預算法的規範嘛 對不對 是 好 你說既然刪檢 那刪檢是誰來刪檢 就是說我們 是你來刪檢 還是拿那個虎邊爛邊出來的人來刪檢 還是國會的立法院這邊的監督的刪檢 哪個角色要刪檢 是 是 經過幾個層次 因為我們稅出額度制 我們也要求各主管西官 是哪 你要把我 一層一層 我希望你把我說清楚 是誰 這個職責誰的角色 要來刪檢 在籌編預算的過程中 當然主管機關是第一關 那送到我們那邊審核是第二關 那預算編好之後 預算送到立法院來 那立法院也會刪檢 那你既然這樣講 主席長既然這樣講 我清楚 流程都清楚了 那我試問請教你 一百年度的時候 那個經濟部市長在這邊 一百年度的時候 中油台電 既然虎編 龍編 編了四五百億 然後他在請 我們立法院的同仁啊 來刪這四五百億 主席長你知道嗎 是事後有了解 一百年度啊 你知道嗎 你既然是 剛剛邏輯都是你講的喔 因為你要管審核 要管匯總 都是你在處理 那既然有龍編虎編 那怎麼處理 既然 三的四五百億啊 那你都同意 那是你的眼睛都沒看 是 就說我們在 那你這個 你既然是這樣子 你是審核的角色 你又是匯總的角色 你要向人民一個交代啊 是 那當時也都是經過 那個預算會議的一個審核 那當然這個 籌編預算是在八月了喔 八月 我跟你講這個一連串啊 有十幾項 龍編的四五百億啊 然後既然他叫我們 立法院的同仁 來拿出來刪 都難看啊 巧莉迷目啊 那你這樣講 你對得起台灣人民嗎 四五百億 為了稅收兩百億 鬧得轟轟烈烈 財政部長說要找錢 然後你這個 就讓他巧莉迷目 人民的 人民的納稅錢 四五百億 這樣在務 你同意嗎 應該合時 你有沒有禁止 要核實編列預算 那當然我們的 預算籌編喔 八月底送到立法院來 那也許在立法院的審議過程中 那這可能到部裡面再說明 主席總長你認為你有沒有失職啦 講一下啦 我們盡心盡力做事啊 那審核的時候 你認為你沒有失職啊 你意思是這樣 審核的時候啊 你盡心盡力你很辛苦 我們都清楚了 那四五百億 你的角色是審核 你的角色是會總 那你說你盡心盡力喔 說兩次 你有失職到沒失職 你說啊 我們在審核的時候 事實上也有召開會議喔 那那個 來做一個審議 那當然送到 八月底送到立法院之後 在這個立法院審議過程中 那你現在跟我講了一串 你現在跟我講了一串 剛剛四五百億也是一串 十幾項 那你現在跟我講了也是一串 四十兩次你不要講就對了 你認為 我想經濟部應該可以說一個說明了 你認為你說沒有問題就是了 是我們盡心盡力在做 所以說 所以說 我們我們現在台灣長的 經濟長的這樣子 主席長 你真的是要好好把關 你應該你有失職沒事 你現在心思肚明啦 非常清楚啦 再來我再請教你 時間到 時間到好 下次再請教你 謝謝你 下次謝謝啊 好 謝謝 謝謝學委員 接著